在农村,很多朋友都喜欢将钱存在银行,感觉这样特别踏实,但你是否知道即使存款也是很有讲究的?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存款的四个小窍门,尽量在合理范围内将自身利益最大化。 第一,存款首先要选对银行,自从我国利率跟随市场行情变动之后,各家的存款利率就有了差距,各大全国连锁的股份制银行最不缺储户,虽然网点完善,但是相对别的一些地方银行利率较低,所以如果你有存钱需求,小编建议你考虑一下当地的地方银行。 第二,存款时间的长短并不意味着利率的高低,很多银行并不是存款时间越长利息越多,这个一定要看清楚。 第三,银行也是企业的一种,同样存在倒闭风险,如果它一旦倒闭,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,个人最多只能获得50万的补偿,所以你在单个银行存款最多不要超过这个数为好。 第四,银行一般有专门的大额业务,如果你一次性存储较多,可以在柜台咨询一下是否符合大额存款的条件。 目前有的银行单比30万以上才属于大额存单,但也有的单比10万以上即可适用于大额存单利益。 大额存单的利息最多可以达到3.82%,相比于其他存款利率非常有优势哦。 以上就是今天小编为你总结的四个存款小秘诀,记得在生活中学以致。